大家好 我是养生导师郭群峰 关于现在网络上有人在说吃韭菜 结果这个就可以排尿顺畅 本来排尿不顺的 贫尿的现在吃了韭菜之后就好了 这是一个误导误喘 但是韭菜是一个非常好的食物 各方面营养素很好 也不要怕这个高高草酸 草酸当然吃了以后碰到钙 就草酸钙就结实了 其实不用担心 我们身体有另外的化解的方式 因为我们身体里面有一些的酸 就是像趋烟酸 琥珀酸 苹果酸 柠檬酸 醋酸 这一类都可以化解掉 化解掉是关于结实的问题 所以不用担心说 吃了这个韭菜会也结实 不用担心 当然如果是已经胜结实的人怎么办 膀胱结实怎么办 多喝醋水 醋1%不到 0.5% 也就是1000cc只有5cc的醋 2000cc的水就是10cc的醋 那这样子每天喝 来解掉我们的身体的血液中的酸毒 包括就是结实的问题 好 现在我们来讲关于贫尿 贫尿 这个我们要打通膀胱筋 尤其是打通哪里 臀部 臀部就是屁股 那里有很多穴道 那里有很多穴道 八寮穴 很多穴道 那里有不只有胆筋 更有膀胱筋 膀胱筋打通的方法呢 最简单就是身体前寝 前寝的不得了是鞠躬 就前寝 鞠躬的一半就是前寝 身体前寝前寝 就是这个前寝 静离啊 静离就是前寝吗 好 身体鞠躬啊 就是前寝 那前寝的时候 如果你动的话 你做这个任何动作 都会帮助你的 臀部的肌脉打通 就是让你的 臀部 肌脉打通 那 可是我们一般的很少人这样做 哦 所以啊 很多人都是 就是越来越严重 男生女生都一样 男生啊 贫尿的人贫太多了 太普遍了 那有一个方式 就是说 如果你蹲下来 你蹲下来的时候 臀部就弯曲了嘛 当然你前寝也非常大 因为 肚子已经接近了这个大腿了 完全就跟大腿连在一起了 所以当然前寝啊 非常的厉害 所以当然效果大 只是我们膝盖很多人受不了 所以我是 当然我们有没有那个 机会 所以如果能够蹲下来 常常蹲的话 尤其是上厕所的时候 常蹲 非常的好 因为对我们的 咪尿道啊 能够男生女生的这个 排 不止啊 排便顺畅 一般的排便都坐马桶 马桶那么高的话 对排便是很不顺的 因为会卡住啊 把我们的那个 大厂有个地方 大湾区嘛 都卡住了 所以啊 解便 解便就是上厕所 解便解大便的时候 应该是什么 就是要做一个高一点的 十二十公分的一个 凳子 弯弯 哎 大陆有在卖了 那台湾好像没有买啊 我买了三个 一个要给我妈妈用他还不用 其实上厕所的时候 应该有一个 这样一个 环形 这个这个 微环形的一个 小凳子 脚要踏在这个凳子上 这样的话呢 解便 最顺畅了 那个 肠子就不会卡住了 哦 这个当然有图啊 这个这个 网路都有 那个图就是我们的弯曲 这大肠一个大弯曲 所以 所以把那个 那个大肠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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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混变啊 卡住了 要什么放松呢 就是 脚踩在 凳子上 然后呢 这样来蹲马桶 哦 所以也就是 来古代的蹲马桶方式 比较正确 哦 现在我们做马桶方而不是不对的 那我们再回来讲 这个蹲的这个动作 对排 我们的这个 膀胱 很有帮助 哦 不只大便方面 小 小便方面 就是说如果我们常常的 蹲下来去做 像啊 古代人都是 都要 做农夫啦 啊 还是要 剪一些菜叶啦 哦 还是 这常常都是在蹲在地上 哦 来做一些事 这样的话 我们的这个排鸟就容易顺畅 原因就是我们的臀部有大弯曲 哦 那个臀部大弯曲 蹲下来很有用 那如果是半蹲呢 当然很有用 哦 所以我们常常要做一些动作就是前倾的动作 这个前倾的动作最古代来讲就是一个气功 哦 你看你看看古代人怎么进里的 哦 你看哦 钻书里面的人就是这样弯弯然后手 这个呢就是后背就是脚然后这个呢是手 哦 所以从侧面来看就是一个人鞠躬啦 那这个动作对于啊 我们人 炼气功 非常好 而且 哦 而且对排 排尿 非常容易顺畅 就是因为这个鞠躬的这个动作的这个臀部啊 是这样弯的 弯了以后我们这个是旁光筋就容易打通 哦 所以如果我们来做人做事的时候哦 哎怎么样练可以让排便顺畅 我们就手摸着高高的沙发与后背 或者任何的桌子椅子后背 然后就 弹动我们的脚踝 弹动脚踝的重量在脚后跟之后呢 我们的 弯弯筋就打通了 哦 来我做一下啊 这个动作里面 手是摸着桌子椅子 还是摸着这个沙发与后背 然后呢 就是重量在脚后跟的上下起步震动 因为我们前倾的越大 弯度越大 越明显效果越明显 好就讲到这里